民主繁榮 克利什纳穆希说 中共多年来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 台湾是我们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中共企图恐吓及影响在外交上承认台湾的国家 并在经济上胁迫寻求与台湾强化非官方关系的国家 这些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另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投书《华盛顿时报》表示 尽管近期孤立主义高涨 共和党和民主党仍暂时放下双方政治立场 为台湾等国提供迫切需要的军事援助 新唐人雅德电视 胡思乃宁玉祥 综合报道